要说2019年暑假热播的电视剧《陈情令》绝对可以拥有姓名 两大男主角肖战和王一博的搭档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 除了有两大男主的高颜值加持 魏无羡、肖战饰演和蓝旺基、王一博饰演之间的兄弟情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魏无羡和蓝旺基在剧中隐为知己 在戏外肖战和王一博两人的关系也和在戏里一样好 在8月10日晚最新一期的某综艺中 肖战和王一博共同登台 两人之间互动频繁 可以看出他们私底下的真挚友情 肖战和王一博结缘于陈情令 在剧中魏无羡和蓝旺基互为知己 彼此相助 彼此守护 其中有一幕是蓝旺基为魏无羡落泪 看着蓝旺基对魏无羡又心疼又生气的样子 不用多说就能体会到蓝旺基、魏无羡之间的深厚友情 而魏无羡也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 感慨道 一生有一个蓝旺基这样的知己已经足够 可见两人关系真的很好 两人不仅在戏里关系好 在戏外的肖战和王一博也是好朋友 这从最新一期快本中 两人的表现就能明显看出来 同一个句子的两人却分别站在人群的最两边 这不就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嫌弃吗 连何老师都不禁地调侃说 肖战和王一博两个人关系非常不好 可随后肖战和王一博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段双人舞表演 两人动作整齐配合默契 关系还真的是非常不好呢 两个人更是在有眼神交流的时候相识一笑 简直就是默契十足 确定没走错陈情令的片场吗 在后面的游戏环节 肖战和王一博两人随之就开启了相爱相杀的模式 一会儿趁大家不注意时小声说话 一会儿又毫不留情地互对 果真是一对冤家 这对好朋友在介绍规则时就直接聊上了 可还行 你们身边还坐着那么多人呢 可前一秒还聊得正欢 后一秒两人因为垃圾分类杠上了 两人互对得正开心 一旁的谢娜看不下去了 直呼 你们慢慢吵 这两人的互动也是很有趣了 游戏外两个人互动有爱 可到了游戏里 两人就认真起来了 肖战和王一博瞬间进入了对手状态 面对输赢 两个人更是直接争了起来 互不相让 看着两人相爱相杀的样子 真是又可爱又可去 就好像看到了生活中 好朋友之间相处的日常 二人表面上互相嫌弃对方 可到了合照环节 节目开始时 隔得老远的肖战王一博 瞬间就自觉地站到了一起 两位都是口贤体正直啊 先是西里的魏无羡蓝忘机 再到西外的肖战王一博 能将友情从西里到西外都延续下去 这种缘分也是很奇妙了 在复杂的娱乐圈里 能够交到真心的朋友是很难的一件事 而肖战和王一博 则很好地诠释了好朋友之间相处的样子 彼此嫌弃却彼此珍惜 两人的互动也很有爱 看来魏无羡和蓝忘机的友情已经成功地从线上发展到线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